拜登说话都不管用了 内塔尼亚胡是打算一意孤行到底了 昨天美国白宫发表了一则声明 说美国总统拜登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了 电话里两人讨论了战术性停火的可能性 随后就有美国媒体爆料说 电话里拜登实际上提议是以军停火三天 这样好让巴勒斯坦的平民 能够离开加沙地带的交战区 这样才有可能让被哈马斯扣押的人员获释 可内塔尼亚胡对拜登的这个建议一点都不感冒 直接就给拒绝了 美国媒体爆料是这么说的 内塔尼亚胡给出的理由是他根本对哈马斯就不信任 而且他认为这三天时间太长了 说释放那两百多人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一两个小时就行了 如果停火三天 那这样对以色列太不利了 随后呢 内塔尼亚胡又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说哈马斯如果不释放人质的话 那以色列这边根本不会停火 更不会有全面的停火 在内塔尼亚胡的理解看来 战术性停火 至多也就是一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呢 现在内塔尼亚胡对拜登 对美国人的建议啊 也根本啊 也是不理不睬要说拜登提的这个停火三天的说法 其实压根也只是为了缓解美国政府当下所面临的国际压力 现在国际舆论不仅仅是认为以色列人在那屠杀巴勒斯坦平民 并且啊批评美国政府你也是帮凶 甚至也是凶手之一 所以呢 现在拜登这个建议啊 他只是为了缓解一下美国政府他自己这边的压力 可一点都没有真正啊 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停止交火 这么一个意思 但即便是这样 内塔尼亚胡也根本就不同意 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啊 完全是一意孤行 对国际社会的呼吁 对舆论这边啊 完全是置之不理 即便是美国政府拜登的 内塔尼亚胡现在只要援助 只要军火 只要武器装备 让他接着打架杀 至于什么停火箭一样 他压根现在是停不进去了 看来啊 以色列人他是不撞南墙 他不会回头啊